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鸣记 客家铜花 客家汤圆 非常有客家特色 这一支是小狮王 这一支是一鸣爷 然后这一支是圆滚滚 超级Q版的客家公仔 每一支都有可爱的名字 也有故事 像是这个铜花小弟 就叫做通尼光 然后就是我们客家话说通尼光 对对对 跟你讲 然后所以它有象征恋爱的感觉 竹东有汤圆节 所以这一支名叫圆滚滚的公仔娃娃 头顶汤圆非常应景 这些客家公仔 都是客家人胡琼之 跟朋友一起设计的 可以让年轻人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因为我们把它做成Q版的形象的话 我觉得接触度会比较高 那小朋友可能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 他会觉得 这是什么 然后很好奇 那我们就可以对他说故事 学视觉设计的他 一直想要替客家设计与众不同的Q版公仔 让大家能更认识客家 而这些公仔特别设计成不倒翁 就是为了象征客家的应景精神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就是不倒翁 就是半圆形嘛 然后就是要象征说 打不倒 怎么都打不倒 对客家人就是有这样子的精神 还有雷茶也可以是创作元素 打扮成店小二 强调以客为尊 采茶的时候 常常哼哼唱唱的山歌大神很豪迈 还有一名记 常常看到的大猪公 都很有趣 它名字也很可爱 我很喜欢 叫做神猪阿特 为什么叫阿特 是因为它特等嘛 特等奖 所以它叫阿特哦 有趣又能融入客家文化的公仔大受好评 他们的作品还受邀在百样童万主题展中展览 你需要怎么玩 对 这么大这 那你那个才很高啊 你可以走多远 你可以走很远嘛 对 不自在 小朋友很感兴趣 因为除了有趣的客家公仔 它还设计了童万系列 为了宣扬在地观光 也有客家景点 让客家形象趣味无穷 那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非常靠近内湾线 然后我们这一个站又是荣华站 所以我们又特别来设计了一个 跟荣华站有关的系列 把客家意象转换成Q版公仔 胡琼之用巧手让客家很有趣 雷茶店小二热情来招呼 汤圆胖嘟嘟过节很对味 还有童话小地方称 满桌的公仔诉说属于客装的故事 全是不倒应景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